Pokemox 接下來要跟大家聊的這個 也是接近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的金屬卡 前兩天美國律通有一個很漂亮的這個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都看了 這個影片真的是很漂亮 沒有 有沒有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的卡片 對不對 如果我有三八六千趴 我就一定 懶怕丟了 我就辦下去了 因為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如果你本身有一些 你有這個需求 你就真的可以跟團來辦他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好漂亮 然後我就覺得很希望能夠擁有 這真的是 對我來說應該是一個人生的 另外一個不同的里程碑 當我能夠真的持有這所謂的 比如說 我可能拿不下來美國律通黑卡 但是我有機會可以拿到大白 好不好 對不對 就像是我的人生就完整一樣 卡片真的很美麗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他給我們一種不同的人生的夢想跟想像 所以 年費貴雖貴 貴雖貴 但是呢 他其實是營造出來一種不同的氣氛 我們也不希望說我們所有的台灣信用卡銀行 都是在那邊比說 我3% 你4% 我5% 6% 這樣在比來比去 然後信用卡質感都沒有提升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美國運動他自己走的策略 因為他本來就是旅行社起家 所以他自己本身強項就是在所謂的旅遊服務 會員權益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餐廳 飯店 這部分他都經營的很好 所以我自己找到的亮點是 如果你本身是商務客 甚至是常要全世界各地到處跑 你很需要機場衛兵士 很需要機場停車 或者是所謂的機場接送的部分 其實美國運動的卡都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這真的是針對所謂的商務人士 而打造的產品 那這一次的話呢 一共有四張卡片要跟大家分享 千帳白金卡叫做大白 那所謂的千帳卡很簡單嘛 你這個月刷多少你就要繳多少 然後他是沒有額度的 所以他會根據你的財力證明 然後來財力狀況來決定說 你這筆錢可以刷過或是刷不過這樣子 那這張卡片呢 應該算是台灣信用卡裡面 入手門檻最低的基礎卡片 其他銀行推出來的基礎卡片 年費都是蠻貴的 那個美國運動黑卡 基本上他的年費應該是16萬吧 那中國新多頂尊卡應該是要 這個10萬塊左右 這個36,800相對比起來 應該都算是比較親民一點啦 看一下他這次有多一個比較厲害的東西叫什麼 璀璨金屬卡上市底 凱樂飯店集團亞洲指定酒店的買一送一 優惠券一張 新戶的獨享這個使用優惠券 比如說你一個晚上一個住房是三四千塊錢 那你買一送一就是你一個晚上房型的錢 但你可以住兩個晚上 那不是還蠻還蠻爽的嗎 所以我覺得等於是你使用這個服務 你大概就是現賺三千多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看他的每一項優惠 然後逐步去計算說 這個優惠我用得到 這個優惠我用不到 你如果都用得到的話 其實你都是划算 如果你是開車一組的話 這邊有寫到 道路救援不限次數認卡不認車 所以這也是他的亮點之一 如果你常常是業務要全台灣走 偷偷要開車的部分 那這個優惠就很適合你 這個應該是比所謂的停車神卡 還是那個什麼 道路救援神卡還要厲害了 飯店高卡匯集有萬豪、希爾頓、三格里拉、利生 四大酒店的VIP都有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說你出國 你去外面去住 去洽工去住美國的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其他的那些高級飯店 其實你都可以想要VIP待一屋 可以去行政酒廊 可以去喝酒什麼的 或者是可以有晚退房 或者是送你免費早餐什麼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算是VIP的服務職 再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飛行領域的部分 不論主卡、副卡都可以 找兩個親友同行 免費同時使用 這個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的銀行的 這個所謂的機場貴賓是進去的部分 都只能夠限領自己本身的證卡 簡單舉個例子 我姊姊今年他去這個遊戲欄玩 他本來想要用中國信託的頂級卡 就是進去這個所謂的機場貴賓室去休息 那他問我他的女兒 就是我的小子女 跟我的姐夫可不可以進去 我去問人下午差一下 他會發現不行 因為我幾年拿的是我的副卡 我沒有辦法辦副卡給我的子女 跟我的姐夫 因為他已經是遠離二等型態遠 所以不能辦 所以他們沒有卡片就不能夠進去 但如果你持有的是這個 所謂的大白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帶兩位同行親友進去 這是不是亮點 你家裡面如果是很多人的話 你就可以比如說辦一張證卡 兩張附屬卡 這樣不是三個人 那你都可以各帶兩個人 這樣你就可以帶多少 九個人進去 包括你們三個人 三個帶六個就九個 所以我覺得一整個家族都可以進去 如果是我我們全家要出去玩 要進去這些貴賓室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很適合 就是一整個家族都可以去使用 這是我看到的亮點 所以你們也可以去衡量一下 如果你們常常出國的需求 是不是這個部分就不錯 再來的話 無限次美聖使用機場 貴賓室包含 剛剛講到的Centrian Lounge 還有International American Express Lounge 然後還有Priority Pass 這個新貴通的 再來就是Escape Lounge 還有Air Space Lounge 還有達美航空的貴賓室 環亞PP也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還蠻全面性的 再來的話就是 全球的旅館跟住宿優惠 其實都有 五星饗宴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說 比如說買一送一 這些優惠 如果你是想要去談Business 那你需要在一些 比如說比較高級的酒店裡面 跟客戶去談案子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都可以幫你很大程度的去省錢 你只要有談成一個Case 可能是幾百萬幾千萬 那你這張年費 其實就回本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三萬六千八的部分 其實是對於用得到的人來說 是非常划算的 國際ISO時的醫療資源服務 那我不知道說 如果這個持卡人在武漢 那他們有辦法就是 開飛機去救他嗎 就算是黑卡持卡人 應該也逃不出來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 就是面臨瘟疫的挑戰當下 美國運通的黑卡 或是大白持卡人 是否可以因此的逃離疫區呢 這是我很想知道的 加拿來如果這張卡片 我可以試試看的話 開玩笑的 這個累積比例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都是30元累積一積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大家就是看一下 海外的話就是30元兩積分 就是15元一禮 所以基本上的話 一比例兌換航空公司的里程 兌換獎勵機票 跟這個所謂的升等 那他的刷卡合規率 基本上我覺得就還好 所以他應該算是 所謂的權益型卡片 就是你有這些機場貴賓室 酒店買一送一都有用完了 那三萬六千八 絕對是划算而回本 開背機去武漢 對啊 我就在想說 到底美國運通的服務 到底有沒有那麼厲害 到真的有持卡的人 就是困在武漢 真的有辦法去把他救出來 這應該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神奇了 三萬六千八 要不要買 真的要買 因為是ISOC的國際人道救援 好嗎 真的是很棒 可以逃離嗎 可以的話不用廣告 大家就狂犯 所以真的大白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用不到的話 你也可以推薦你的親友 歡迎看到一間團 這個是很不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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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